尊散 外侯 天守 南城 海杰 千诚 千诚 一遍一遍 上山下海 舍海阶寂我热情放开 带你唱歌 逃有诗海 一生时代 长大地迷在 安慰过路险大海 人生不再是空白 我们学会同乡舍海 与你一遍 同一遍 千诞 为啥青春不留白 青春不留白 各位官兵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7月3日 国军发生禁闭式重大违法犯纪案件 我们痛失了一位优秀的弟兄 也为家属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 个人深感遗憾与自责 此外 对于多年以来 全军因执行演训任务 救援疫情 或由于部队照顾不周 督导不严 导致官兵亡顾的家属们 本人无法一一登门致意 仅借今天这个机会 表达内心最诚挚的歉意与慰问 近期各界对国军造成本案的原因 及处理过程有诸多批评和质疑 以及探讨部队领导统预 内部管理及纪律维护的 贞扁意见 我们应当虚心检讨 深切反省 本人再次强调 国防部对于这一件事 一定会秉持诚实面对 依法侦办 资讯透明 还原真相的严正立场 物往物中 侦办到底 失职违法人员 必定依法严惩 还给家属公道 本人要求各级干部与全体官兵 必须痛定失痛 牢牢记取这次惨痛的教训 通盘检讨相关制度运作 采取革新精进的作为 绝不容许内案再生 所谓指棒莫如自修 面对各界的指责 我们痛心国军 长期以来建立的形象 受到严重的作伤 因以知识之病的决心 不推诿谢责 不闻过是非 找出事实真相 同时应给予绝大多数苦干实干 尽忠职守的国军弟兄姊妹 支持与鼓励 国军自黄埔监军以来 历经东征北伐 搅供抗战 勘乱时期 从光复台湾 保卫台湾 建设台湾 到守护台湾 在中华民国国家发展的每个阶段 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许多官兵同仁 全年 不分昼夜 在空中 在海上 在高山 在外岛 在最艰苦的地区 无私无我的奉献 捍卫国家安全 守护我们的家园 而多次的灾害防救任务 全体官兵 尤能 竭尽心力 不眠不休 迅速投入 伤亡抢救 灾民收容 开路搭桥 及灾后重建等工作 充分发挥苦民所苦 疾民所及的大爱精神 成为民众在危急中最值得信赖的对象 大家的牺牲与付出 也因此获得了国人一致的肯定与赞扬 本人要对各位官兵同仁眷属们 长年以来无怨无悔 默默付出 成为支持与鼓励各位最大的力量 表达深知的感谢与敬意 各位同仁 身为国军的一份子 面对挫折与考验 没有回避去哪的权利 在哪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我们不能忘记 现身报国的职责 保国人民的决心 也绝不能有丝毫动摇 进来国际知名的探索频道 和国家弟弟频道 自博了国军 特战部队及陆战蛙人系列节目 向四人呈现国军部队延续经典的优异成果与坚实战力 令人动容 足以证明国军是捍卫国家安全最坚实的后盾 大家都知道国军拥有光荣军风与优良传统 使全体官兵多年以来一点一滴累积而成 得来不易 但是少数人一时的轻忽或放纵 却能使得先前的努力毁于一旦 本人要勉励大家 国军是一个大家庭 维护荣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也是终身信守的承诺 人人必须依法行政 劫身自爱 全力来维护军域 现在是我们展现决心与行动的时候 我们应从制度面和务实面深切检讨 彻底改革 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弘扬军人武德 忠于国家 忠于职守 守法重计 健全领导统域 端正部队风气 从基层管教及内部管理扎根 贯彻按程序 一步骤照耀领 将部署当自己的手足之地 付出爱心与关怀 做到上下一心 荣辱与共 全力投入战训本物 为国家生存发展 善尽最大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用具体的行动 来赢得国人的信赖与尊敬 恢复国军的荣誉与形象 以不负国家与国人的付托 期许 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事实顺利 家庭平安和乐 谢谢部长对我官兵同仁的期许 成如部长所说 我们一定要记取教训 实时自我警惕 才能重拾国人对国军的信任和支持 好的 我们都知道 日前我国与纽西兰签署了台纽经济合作协定 创下了多项的记录 包括了第一个和无邦交 以开发国家亲属的协定 也是超越了WTO 世界贸易组织待遇很重要的范例 这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潜力 这次协定纳入许多开创新的条款 是政府继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后 完成台纽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 证明已经成功的将过去两岸关系 与国际事务间的恶性循环 转变成为良性的互动 好的 我们还是先来关系一下 这个星期的焦点新闻 请看新闻经历 总统马英九日前由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 陆军司令李祥宙上将的人陪同 前往故陆军下市洪仲秋临前致意 代表政府表达哀痛 遗憾与歉意 总统强调 政府将从速侦办 从严就责 从优赔偿 同时通案检讨国军管教制度 避免汗事再生 总统表示 洪仲秋下市 因国军部队管教适当而往生 深感哀痛与遗憾 政府一定会彻查真相 还原案情 以给洪家及国人一个交代 此外 国防部长高华主 双早也再度前往 故陆军地五四两旅 洪仲秋下市家中 向家族表达关怀与歉意 云诺家属尽速查明案情 彻查失职人员行政与刑事责任 痛定私痛 重新检视国军相关管理规定 从根本上改进执行作法 重建人民对国军的信心 立法院国防委员会 日前由召集委员肖美琴 马文军率领 由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陪同 视察陆军高山岭营区禁闭市 了解相关管理管教作为 内部设施与训练概况 以及监视系统监看维护等做法 杨副部长强调 国防部将全力配合案件侦办 监进国军禁闭市设施及管理作为 深切检讨相关为师 希望借此厘清外界对雇红仲秋下市死亡案的质疑 稍后在座谈会中 委员们对于回国市的空间大小 通风设备等状况提出关切 并希望国防部尽速改善相关缺失 杨副部长指出 针对委员们的建言 一定会作为改进相关设施及管教作法的依据 并全力配合侦办 厘清案情 国防部副部长高广齐上将 日前由常务次长廖荣欣中将的人陪同 前往军备局204厂的总场区 再连分场等单位释导 除未免官兵留职辛劳 并勤勉各单位 因克尊军纪要求事项 强化训练安全工作 落实官兵照顾 以凝聚单位向心 确为部队战力 高副部长在宜兰地区军备单位释导时 指示对职干部 务必做好军械与弹药库处管理工作 严格落实督导巡查机制 强化营区消防及警卫设施 消弭维安因素 确保营区安全 高副部长指出 下令期间天气炎热 各级干部应掌握官兵身心状况 慎防众暑事件 食物不节 虫舌叮咬及触电火灾等情事发生 在管教上 则需讲求合理 正常与多鼓励少责难 同时建立有组织的辅导及互助机制 杜绝维安事件召生 国防部日行由副部长高广齐上将 召开精进国军基层热伤害防治工作研讨会 高副部长期许透过此次研讨 和研拟精进的具体防处措施 建立热伤害的预防观念和急救步骤 同时全面落实及宣导各项防治作为 让基层官兵了解发生热伤害的争后 使能快速采取发现 降温后送的重暑急救处置 降低伤害 保障官兵生命安全 今年第八号的喜马龙台风 日前发布海上警报后 国军第四作战区 晚间紧急调派两辆AAV管两栖突击车 赶赴恒春人寿营区待命持援 确保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国军自灾害一面中心二级开设后 恒方连防区 晚间派遣陆军装甲584旅 陆战队66旅50多位官兵 前往牡丹箱执行遇指兵力任务 后卫指挥部联络官也进驻辖区内各乡镇 掌握并回报当地天后请资 此外为周延防救灾准备 遂行工作 横方连防区也于隔日清晨实施 AAV拐两栖突击车 V15栋装甲人员运输车 以及交州等防救灾装具检整 防区官兵把握时间完成所检查作业 并机动待命随时执行灾防任务 军工民营工业配合发展汇报 日前在三军军官俱乐部 举办2013年国防军品委商研制修厂商说明会 国防部常务次长廖荣新中将 及陆海空中科院和非纸部等单位 业务承办人主管 以及厂商代表共200余人均出席与会 廖长次应邀致辞时表示 既有此次公和汇报 能让厂商对军品研制修作业 及资格审查 以及厂商试研制修军品规格性能 与作业等面向有所了解 对落实国防工业自主研究发展 以及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有正面实质效益 随后 说明会针对军品研制修作业 及厂商资格审查说明等专题 安排公和汇报审明恩专委 经济部工业合作推动小组前经理等人 进行报告 让参与的厂商深入了解军品研制修 相关法规与作业 国军台南英雄馆日前举行 整心再出发感恩查会 由军人之友社秘书长夏德玉主持 台南市军人服务站站长 李批天等各站站长 以及当地驻军部队官兵 及士绅代表等三十余人 均出席官礼 夏秘书长感谢台南市进出口工会 赞助英雄馆整修工程的一举 分别致赠陈宝龙等五位董事长感谢牌 并对他们热心工艺 投入进军工作表达敬佩 位于台南市都会区 临近台南市立棒球场的英雄馆 整修后现有两间贵宾房 十二间双人套房 两间三人套房 一间六人至八人的合适房 以及六间俗称胶囊房的 单人自助旅游房 设计概念均强调环保卫生 与舒适价廉的客房服务 是官兵眷属 及荣眷南部出差 休闲旅游的住宿最佳选择 休门